你就可以想到复制或者是什么呢 阵列 那阵列如果是 它一个是旋转的一个复制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 什么呢 环形阵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的共通的地方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这边有没有 这边 总共的话会有 几个 这是一个线段 有没有那其实做一个之后的话 环形阵列 四个 就会完成这个图了 也就是说我们画的时候呢 只需要画 应该是这边要多 这边要这一条线要先有 也就是说我现在先画出一条线段 那这条线段的长度应该多少 其实它这边应该有一个 四 四等分嘛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多少 二十 然后呢 这边有间距嘛 对不对 这边总共会有几 几等分呢 一二三 四等分 所以这个地方 一样也是二十 那四等分的话 这个间距应该多少 五嘛 五嘛 所以你可以 偏移过来对不对 偏移偏移偏移 这边就有没有 就有五条线出来了 接下来要画出一个弗 那这个弗 我知道 他的 起点 跟他的什么呢 中心点 所以你在画弗里面有起点中心点 跟一个什么 跟一个方向 或者给他一个角度 这个弗就可以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呢 这个弗同样也可以什么 偏移 偏移多少 也是五吧 五就画出来 所以上 只要这个部分画出来 其他部分再做 环形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 这一题要怎么 怎么画 首先的话 第一个 一样我们 跟 这地方先画出一个 20的线段 然后呢 用偏移 我想这个部分 前面用蛮多 偏移 输入5 Enter 5Enter之后的话呢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可以用偏移 偏移过来 那当然这个地方 有一个m 多重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输入一个多重